大家好,這次教大家做一款雪花聖誕賀卡 我們要準備牛皮紙賀卡一張,四款聖誕節的紙膠帶 銀色卡紙,牛皮紙卡紙,顏色紙,幾張圓形的紙母,銀色繩和小量的閃石 首先選一張牛皮紙卡紙,它的尺寸比何卡稍微小一點 我們再用圓角器,剩出圓角 在卡紙的下方,貼上紙膠帶 反轉紙模,在空白的一面,貼上紅色雪花紙膠帶 再沿著黑線,剪出圓形 我們用壓線筆在中間,壓出一條直線 方便一陣間對接 顏色紙的做法就差不多 同樣都是壓出直線,再剪出圓形 紅色雪花的圓形需要五個,白色音符就需要四個 背對背,用雙面膠帶機,把圓形黏好 我們用車子來看來看,放在外面 上面也有一些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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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其中一都還有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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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可以用手把小的小的小小的小的小小 在小小的小的小小的小小 你不要再用手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在红色这一层,下面三分一的位置,用双面胶大肌拉一下,将它们粘好 在白色这一层,上面三分一的位置,用双面胶大肌拉一下,再将它们粘好 如是者,便会做到一个立体的圣诞球 我们用银色的卡纸,剪出这个形状,作为圣诞球的衬托,剪在下面 贴一条银色线在圣诞球的背面 贴一条银色线在圣诞球的背面 将圣诞球粘在牛皮卡纸的左边 在右边写上Merry Christmas 在圣诞球帖预复贴上线值至关闪 在牛皮紙和卡卡的四邊貼上紅色雪花圖案的紙膠帶 再將剛才做好的牛皮卡紙貼在上面 這樣就做好了